台湾很多报会的军机没有到拆解室 之后会送到哪儿呢 林木良公园这边放了试驾淘汰掉的飞机 等一下就进去为各位拍摄影片 让各位看一下这试驾飞机是什么机型 现在的位置点是在安平的渔人码头附近 也就是林木良公园和大宇的住户之间 这一家是报废的飞机 那以前的飞机是螺旋桨 这个报废的飞机 我目前放在这边做展示 可以看一下它的机型 T280A教练机 长着这个样子 目前报废了 当然就放在这边给民众 当作一个公园 可以看到这个飞机 近距离的接触 这一家是什么战机呢 编号2103 缓潜机一个样子 也是螺旋桨式的 那旁边这一颗应该就是侦测的雷达 看一下 应该是这一颗就是侦测的雷达 长得这个样子 绕一圈 三颗轮胎 尾翼的部分 三颗轮胎 都在这个公园 宁墨良公园这边 看到这些飞机 蛮兴奋的 都已经淘汰了 这是第二架 我等会再带各位去看第三架 转眼间 第三架 就在第二架的旁边 在S-2A旁边可以看到 编号3338 这一架也是淘汰的 看起来是什么飞机呢 我们近距离就可以看到 T-3-3 可以喷射教练机 一般教练机就是让飞行员刚开始训练飞机的 很小台 很特别 可以让一般的民众进去 你看到飞机 第四架呢 在前方 我们走过去 第四架呢 所看到的是编号7010 这属于直升机 这也是 搜救 S-70C-1 搜救直升机 这架很漂亮喔 搜救直升机 这都已经退役了 蛮漂亮的 烙一圈 好的 以上影片是阿州 在林茉莫良公园 这边路过 看到试驾 新设的一个 一些战机直升机 放在这边做摆事 让民众可以游戏这个公园的时候 可以来这边逛逛 这是台南市的安平区 也就是在 那个大鱼的祝福旁边 附近 啊 我的 目前面向我的 右边 看着我的右手边 就是这个方向 那边是林茉莫良公园 那这一头是大鱼 这一头就是大鱼的祝福 影片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你会喜欢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关注我的影片 我们下次影片见 1 4 1 2 2 1 2 1 3 2 3 感谢观看